为什么乌龟大师不亲自传授阿宝武学方面的知识 反而要让浣熊师父代劳呢 我们都知道乌龟大师选择阿宝成为神龙大侠 就是为了培养继承人 然而让人感到不紧的是 乌龟大师直到原济飞升灵界 都没有教导阿宝一朝一世 甚至连武学上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提及 而是把一切都托付给了浣熊师父 让他能够放下一切教导阿宝 那乌龟大师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目前最大可能应该是为了磨练阿宝的心境 比如一开始进入翡翠宫的时候 可以看到阿宝遭到了浣熊师父以及武侠的排挤 然而乌龟大师却并没有出面调解 要知道翡翠宫真正的主人是乌龟大师 而不是浣熊师父 只要下达一个指令 浣熊师父和武侠一定会遵守 而不是排斥阿宝 但乌龟大师却并没有这样做 中间更是没有帮阿宝说一句话 直到最后飞升灵界才劝服浣熊师父相信阿宝 然而在阿宝否定自己是神龙大侠的时候 乌龟大师却立刻现身疏导他 我还是早点放弃回家卖面好了 昨日种种 昨日死 未来之事不可及 把握现在莫等待 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 乌龟大师没有教导阿宝一朝一世 除了阿宝心境上没有完善外 还有自己的难处 那就是留在凡间的时间已经不多 虽然飞升了灵界 但乌龟大师却留了后手在凡间 第一步后手就是无字神龙匿集 只要阿宝心境得到提升 那就能理解密集真正的含义 第二步后手是残暴 乌龟大师囚禁残暴却没有废掉他的武功 就已经说明是故意安排的 因为目前能给阿宝带来压力的也只有残暴 这也是阿宝领悟无锡铁指扣最重要的因素 第三步后手就是浣熊师父 也是最重要的后手 在第二季的时候 剧情展开就是为了让阿宝学会太极 而太极的来源却是乌龟大师传授给浣熊师父的武学 所以阿宝只有领悟太极真正的意境 才能融合阴阳两面成为气功大师 成为乌龟大师真正的继承员